来天的坚尼地梦想之 一家人去非洲艺术展览 2009年9月26日 我在瑞士出生 我爸爸是香港人 我妈妈是瑞士人 他们说我第一个说的字是小妈 所以我周围都见到小妈 我记得小时候我很喜欢的 当妹妹Monya出生 我看到人人都在那里 爸爸是蒙古斯 妈妈是鲸鱼 妹妹是骆驼 我就是Pony 我们那时候跟朋友一起住 他们住过沙哈拉沙漠 告诉我很多关于骆驼 沙哈拉和非洲的东西 之后我看了一些西游的书 就爱上了非洲了 2014年 爸爸妈妈送了一本 关于世界动物的书给我 我找到我好喜欢的动物 金桑斯的时候 他们时速80公里 适合地跑 跳得很高和很远 他们有很漂亮的斑文 之后我的Godfather 送了一本 Boward of the World的书给我 我找到我最喜欢的动物 Chubbushbub 我觉得他们潜力 所以我很想成为Evental Angerley科学家 我开始有一个很大的梦想 我想亲眼看到这些动物 我试过和家人买画赚钱 买机票回香港 所以2017年 我决定自己买卡去非洲 妹妹都帮我手画卡 买给亲戚的朋友 又去那些娘居和市集买 很多人没有想过成功 有人问 这些卡是干什么呢 太贵了 我说我用了很多心机和时间画的 还有我张机票都很贵的 四个月之后 我不想再画卡停了一点时间 我家人鼓励我去克服困难 我发现达成梦想要做很多事 要面对挑战和身边的人的支持 经过一年的努力 我们有一家人去非洲的机票钱 多谢你们来我们的展览 如果你想支持我们的Safari 就买一套卡啦 希望你找到你的坚丽的梦想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